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上星期六 去到俄克拉河馬州的塔爾薩市 出席了一場造勢大會 這場造勢大會是自從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爆發之後 復辦的首場造勢大會 故此出席的人數成為了各方的焦點 到底特朗普的支持度是怎樣呢 在這場造勢大會舉辦以前 特朗普曾經出來說過 說有超過一百萬人已經登記了 將要出席今次的集會 而今次集會舉辦的場地 就是位於塔爾薩市的BOK中心體育場 容納到一萬九千一百多人 按照當時的報名情況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甚至乎是預期 這個體育場根本上 容納不了那麼多支持者出席 故此他們還考慮過 叫特朗普除了在這個體育場發表演說外 還要在場外對著那些入不到場的民眾 都另外再發表一些演說 但後來大家就知道 出席的人數真是寥寥可數 當時我看著直播也打了個凸 沒理由那麼少人出席 現任總統搞造勢大會 而且相隔一段都頗長的時間沒有搞 現在復辦境然之間的場面冷清得那麼厲害 因什麼解救呢 沒理由特朗普的支持度那麼低 就算民調如何調整也好 調整也有三成多支持度 沒理由沒有人去的 而且特朗普的支持者 也不會那麼過分地擔心這個疫情的影響 集會完結之後 塔爾薩市消防局公佈了一個數字 就說有超過6000人出席這次集會 我看都差不多了 因為整個體育場只有底層坐滿人 基本上山頂位置 除了坐了一兩個阿伯之外 就沒有人坐 後來現在就真相大白 究竟真實原因是什麼 原來背後就是一個手機應用程式手機APP 在這裡整股造怪 這個APP是來自中國開發的抖音 在這場造勢大會舉辦之前的幾天 原來有一堆美國反特朗普的群眾 在這個抖音APP進行了一次的政治動員 他們搞什麼呢 原來他們動員反特朗普的人 去利用假的電話號碼 假的個人資料去進行登記 說要出席這次造勢大會 然後就約好了 大家登記完之後 到時候就會集體脫底 放飛機 製造一個特朗普造勢大會 場面冷清的假象 終於他們這次是得請的 因為實際上這個抖音APP 在全世界來說都是非常流行 不僅是中國流行 而且在日本、印度、美國、歐洲 都有很多那些年輕人在這裡玩的 因為這個APP的面向就是那些青少年人 尤其是25歲以下的學生 一般上班族都不會玩 因為那些影片完全沒有養份 誇眾取寵 或者是標期立議等等 基本上一般上班族 如果被人知道你玩抖音 你的同事、老闆都會滅視你的 廟你的 香港就更加不流行 因為我們香港天生有一個抵抗力 對於這些惡族的事情 台灣也不流行 所以為何台灣和香港的抗疫 做得那麼好就是這樣 因為天生對於這些事情 就有一種秘技 但是愛國是沒有的 所以真的要撞一下板才會有經驗 到底這個抖音APP 為何會席捲全球 到底它是玩什麼的呢 實情就是 那些手機用戶 對著手機自拍鏡頭在拍片 總之最好獲得更多的點擊 他們就心靈腐足 所以就出現了很多大量奇怪的短片 比如說之前武肺疫情 剛剛開始的時候 有些外國人竟然玩一個叫做 Toilet Challenge 就是叫做馬桶挑戰 找一個竊尖 拿一個馬桶 就說不怕的 當然就是會有很多人看 很多人點讚 按個like給你 就是要搞這些標旗立 而挖眾取寵的事情 就是很反智 沒有營養的 因為這些手機APP 在極權國家裡面 最好拿來做什麼呢 就是消耗了那些青少年人的叛逆心態 你又不要把叛逆心態對準政權 你不要質疑政權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新聞自由 沒有各樣東西 你去玩這些就對了 總之就是等到那些極權國家裡面的青少年 搞盡腦汁 就是在這個手機抖音世界裡面 怎樣能夠獲得更多的點擊 怎樣能夠取得更多人的認同 他就是令到所有的青少年人 進去這個網上 就是玩這些東西 但是在這個網裡面 他是收放自餘的 所以他就可以牢牢地繼續穩固政權 所以這個手機APP 本身就是一個維穩的產物 但是去到外國 竟然之間這麼多人玩 所以這件事本身真的多少有些反智 有些有可能聽聽就會問 喂 這次特朗普搞造勢大會 沒有人去 無非是被那些抖音的用戶整股 但是那些抖音用戶都是美國人 只不過他反特朗普 那關於抖音這個社交平台有什麼事 我逐樣解釋給大家聽 首先來講 中國開發的應用程式 哪有這麼單純才可以的動機 其實曾經被揭發過 他們會有關鍵字的審查 審查什麼呢 比如六四事件 天安門事件 赤簡屠殺 波爾布特等等 總之牽涉到一些 對共產黨不利的關鍵字 他就會幫你篩走 好了 這是英國衛報曾經揭發過的事情 第二件事 他又可以控制到等你看些什麼 比如說大家在YouTube平台思選 大家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他就會建議 就是推薦你看另一條影片 好了 抖音可以通過這些手段 通過控制背後的演算法 去推薦用戶看一些他想你看的東西 變相就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手段 去幫那些人洗腦 當然那些人不會覺得是在洗腦 只不過你看完每一條影片 他都推薦你看一些他想你看的東西 那就糟了 還有就是去控制熱門搜尋的關鍵字 到底是不是真的熱門 你也不知道 反正他告訴你就是 而且在抖音上 實在有太多假消息 Fake News 為什麼呢 不信 大家自己去查一下 在抖音上查一下香港 關於香港的警暴問題 很多都是同情警察 和Twitter簡直就是兩個世界 Twitter就是直接把當時的實況 拍出來 然後當然會同情民眾 怎麼會同情警察 是不是 作為一個自由世界的人 但是在抖音裡面 就完全是一個平衡時空 絕大部分的短片關於香港 都是同情警察 你有沒有離譜一些 比如說在去年 11月的時候 西灣河發生過一宗開槍案 有警察對著一個青年 開了一槍在肚子裡 竟然間這個描述是這樣寫的 說有一名黑衣男子 企圖搶槍 警察及時開槍將他制服 差不多獲得90萬個讚好 就是這樣的片 通過文字的描述 對於示威者進行妖魔化 和人格謀殺 對於香港也尚且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應用到美國總統大選 就更甚 現在當然有一班美國用戶 他就在這個平台上搞政治動員 但是到底背後這個平台 有沒有幫手推波助瀾 是不是這些普通的用戶 能夠做到這麼大規模的政治動員 或者是他在後面有所操作 令到更多人看到這些東西 或者是渲染得更厲害 大家可以自己想像一下 反正這個平台就是充斥著很多虛假訊息 另外現在似乎大陸通過一些外媒 走向特朗普獻上一個死亡之吻 彭博社無厘頭放風聲 就說儘管特朗普不斷發難也好 但是中國的官員情願他連任美國總統 又說有九位現任和前任的中國官員 就向記者表示 就算特朗普在過去四年大部分的時間 為了貿易失衡、疫情等諸多事情 指責中國也好 但是中國的態度轉向支持特朗普連任 因為大家都認為相比起貿易爭端和地緣政治動盪 帶給中國的傷害 戰後美國結成的盟友網絡受損 帶來的好處更大 其實這句話本身也不是在反映現實 究竟現在美國和歐洲之間好像走遠了 是因為特朗普的關係 還是跟中國做貿易的關係 其實這件事都是相向的 但是這篇報道出了以後 當然就變成了一個死亡之敏 說中國的官員去支持特朗普 如果傳到美國人的議題 除了一個死亡 可能有些人不知就裂 就會覺得 嘩 原來特朗普是中國支持的? 不如投拜登好了 實情是否要做到這個效果呢? 在高雄市的爆韓公投之前那一晚 正正就是人民日報登了一篇文章出來 去支持韓國瑜 就變成了壓垮韓國瑜的最後一根稻草 現在又通過外媒放風說 大陸支持特朗普 找鬼信嗎? 對嗎? 你把他移動快點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